哈喽大家好,我是汪哥的弟弟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法国末世灾难电影《呼吸》,一场致命毒物席卷全球的故事。 故事的背景呢,设定在未来世界,影片开始,马修从加拿大赶回来,是的,她现在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女儿萨拉。 在这12年里,萨拉都待在医疗舱里生活,因为她从出生起就患有严重的败气症,这么做都是为了保障安全。 眼看这次加拿大研究出了新的治疗方案,马修正劝服前妻一同搬离,就在这个关键时刻,巴黎街头突发地震,紧接着大街小巷就散发出一种毒雾。 由于雾气蔓延的速度太快,马修不得不先把女儿安置在医疗舱里,等到他们跑到屋顶的时候,毒雾也暂时稳定,不再向上扩散,只是萨拉医疗舱里的电池只能维持10个小时,本以为等一等也就会恢复用电。 可是越等马修的心理就越焦急,最终她决定自力更生,她去到楼下拿了大爷的氧气罩,也给女儿送去了生存物资。 既然都下来了,那就去看看情况咯,于是马修来到了大街上,这时的她才发现了,吸入毒雾的人类都已经死了,救援队劝她跟着大部队一起离开,可马修的女儿还在楼上啊,最终她只是拿了两套氧气装备,回去之后的马修也没闲着,一标记一计算,完了,这毒雾居然在一点点升高。 马修和前妻想了一夜,最终还是决定冒险带着女儿逃出去,也许山区那边还没有遭受影响,更何况对方也有医疗舱,这样的话,萨拉的安全也可以得到保障。 计划是很完美,现在的主要难点就是,萨拉需要一套太空服务,马修和前妻一和解,决定去实验室看一看。 临走前,萨拉要求父母去看看也住在医疗舱里的男孩,只可惜两人出师不力,一出大门就被恶犬给盯上了,好不容易摆脱了这个大麻烦,实验室又出了bug。 一场大爆炸,让马修的氧气瓶崩坏,是前妻集中生智,最终两人供着一个氧气瓶逃到了楼顶。 爆炸好伤口之后,两人决定原路返回,就是这个时候,马修发现氧气不够了,二选一总得有人活下去,于是他把前妻推了出去,而他自己则是爬上了屋顶。 也不知道是不是主角光环附体,马修意外发现了幸存者收集的氧气瓶,就在他想跑路的时候,幸存者回来了,为了争夺活下去的氧气装备,两人大打出手,最终马修是赢下了装备,另一边,前妻带着太空服回到了楼顶,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太空服在爆炸中已经烧坏了, 也就意味着,萨拉不能转移了,还是这个时候,萨拉的医疗舱突然电量不足,前妻为了保护女儿,义无反顾冲进了毒物,等到马修回来,前妻已经死在了楼梯间,他悲痛欲绝,但又不得不打起精神,为了萨拉,他再次外出搜寻物资,老夫妻表示,自己已经了无先挂,他不想拖累马修,是的,老夫妻最终选择在毒物里沉睡,这边的马修也找好了装备,只是回来的路上不小心发生了车祸,影片的最后是女儿冲出来找到了他,原来这种毒物只对正常人起 作用,往后的日子,女儿在内的败气症患者在外面无忧无虑,而马修则静静地躺在医疗舱里休息,等着女儿萨拉来照顾自己,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这部法国末世灾难片,全篇重在情字,无论天灾人祸,亲情友情爱情都一直存在,好了,我们下期再见